大家好,我是Joe 我是一個香港人 最近搬來澳洲生活 我是一個Babe的超級粉絲 我儲了Babe成二十幾年 歡迎來到我的BabeLand 我什麼時候開始收藏Babe的產品 應該是九十年代未 九九年左右 我記得第一次去找Babe的產品的時候 我就很想找一些跟Planet of the Apes有關係的產品 我在水貨店就找到這件T 是一件Babe和音樂人小生田歸離 Roccanelius的Fantasma的T 我們選這件T 因為它有一個很小的General Ursus的頭 就是電影裡面一個大壞蛋的角色 我相信小生田先生都很喜歡Planet of the Apes的電影 因為他自己都把自己的名字改為Cornelius 其實都是電影裡面的一個主角 三件最具話題性的Babe產品 我自己認為其中一件 就是我手上拿著的這一部 保麗萊SX70的精影子有相機 我自己還存了兩部 一部是黑色 一部是啡色 上面有一個很漂亮的圓人壓紋的迷彩 另外就是它會跟一個Filter 讓你拍出來的相片會有圓人的Logo 還有有迷彩在上面 我覺得很特別 我平時都會用這部相機 去拍下我一些新的圓人的產品收藏 另外一樣就是我前面這個 Remora Crossbabe的一個行李箱 上面也有一個很漂亮的暗紋的迷彩在上面 我都會把我自己很喜歡的收藏品 放到這個行李箱裡面 當作是一個補物箱 最後就是我前面的一張Modernica 圓人的Logo的咖啡桌子 這張是我在日本找來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張桌子 後來有一個朋友說 我有一張我不要了 我送給你 以上我又收藏了 所以我也是有兩張的 這張桌子是把整個圓人頭的Logo 割了出來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主要收藏什麼類型的Babe產品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收藏什麼類型的產品 只要是漂亮的 我都會想收藏 特別是一些家師和家品 因為可以真正把Babe融入我自己的生活術裡面 我覺得Babe的迷彩很特別很漂亮 只要它放上去的產品裡面 就會令到那樣東西變得好像一個藝術品 所以我現在在家裡周圍都是Babe的迷彩 什麼契機令我開始收藏Babe 其實都不是什麼特別的契機 純粹因為很喜歡 我覺得很適合自己 所以就開始收藏 我覺得可能我真的是一個Bathing Ape Logo的水